按热的电光 Hello 大家好 我是愛迪先生 那最近我後面这一台熱水器又壞了 我发觉是水盘瓶壞掉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实水盘皮坏掉就是 里面把它皮换一下就好了 可是我这一次是整个水盘都把它换掉 像这种长柄的水盘 大概就是380块了 那为什么我要整个水盘坏掉 因为它这个调温棒 这个也会漏水 那干脆就把它换了 那事实上市面上的这个水盘组 也没有几个规格 那你如果想要自己更换的话 应该也不是太困难 就是把照片拍一拍 叫卖家帮你看一下合不合 这样就可以了 那换这个水盘组很简单 这一个螺丝拆下来 还有这一个螺丝拆下来 还有里面这边有两个螺丝 卸下来就整个组可以拿下来 就这么简单 这一次的水盘坏的是比较严重 给各位看一下 因为它这个打开之后 我们发觉这个有破洞了 其实我把它撕掉了 没有这么大了 就是它在这个进水的地方 因为常常拉扯的关系 它到最后就是有破裂的情形 那破裂的情形的话 会造成那个火上不来 只有剩下母火 那个前面的那个大火就上不来 不过这个换掉也是有我的考量 因为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它这个水盘皮要顶这个铁片 就是说它把往上顶去开那个 整个那个火焰 那这个东西如果说它连久失修的话 造成它的卡卡的 你被换上去下不来的时候 那会产生一个气暴的现象 因为就算你把水关了 然后它还是一样继续空烧 然后就造成下法一个大量排气的现象 是很危险的 所以我干脆就整组把它换掉 整组换掉也没有多少钱 那这个棒子有长有短嘛 我这一组是属于长的 那这边的话是两公分的 事实上就是说 有几家规格而已啦 那就是量它的尺寸 大概就可以了 那我这次有发现这个 这个顶针下不来 那也有一个卸压的现象 那所以说各位如果说在这个水盘的位置 最好不要有很多杂质在里面 你如果有杂质在里面的话 可能造成这个顶针无法下降 这是蛮危险的 那当然全部换新也是OK啦 因为毕竟比较老的这个热水器 它的一些设备会比较不足 譬如说强制排气啦什么 或是说防止空烧的功能啊 这个比较没有 那趁这个机会 总组换掉也是不错的 那今天跟各位分享 我的热水器维修的过程 希望各位会喜欢今天这个影片 那各位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按赞 也别忘了要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